畫面上的蘇智傑 只要最後一個好球有出現的話 或是最後一個出局輸 那有可能就能夠答應今天來的 兩好兩壞回棒落空 比賽結束 在用了31個球的情況下 最後邱浩君關門成功 在第9局的上半 終結了忠信兄弟的反攻 最後的比數呢